澳美不喜歡 郭台銘嗎 那個從頭到尾都是國民黨的放話 那就是新新聞那一篇內幕報導 可是他的標題就是很殺人嘛 說美國不希望選票 書上郭台銘的名字 可是整篇報導裡面 從頭到尾就有一位國民黨 不敢具名人士在那邊講 說美國政府不只要 拜託 美國無論是私下或公開 他是不會也不能對內政表態的 這是干涉我國內政 而且我們都知道 黨主席朱立倫 他當然不會公開表態 但是你可以說整個美國 這麼大的黨派 這麼多黨派 這麼多智庫 這麼多人 不同有不同的意見 可是你不能夠說 美國不希望誰誰誰 你可以說美國不希望賴清德 美國不希望侯友宜 美國不希望郭台銘 美國可能也不希望朱立倫 這都可以講嗎 你如果朱立倫今天出來說 對 美國 我跟美國共同報導 美國就是這樣講 他就是不要郭台銘 朱立倫你出來講 你不要受益 你下面的人出來都沒辦法 那其實那個講這個 美國說不喜歡 郭台銘出來選對不對 早就有機可行 9月10號美國之音講什麼 他說造成民進黨支持者的分裂 所以那是美國之音 不是美國 對 他們裡面講的就是美國人 他們認為他們國內的意見是什麼 對不對 那美國很大 有些美國人喜歡川普 有些學校 那我講一下 講這麼多幹什麼 郭台銘有沒有說過 中國跟美國都討厭我 對啊 有說過吧 對 他自己這樣講 因為郭台銘認為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官 他說我不用聽美國跟中共的話 對 他說我跟美國都討厭我 對 聽什麼 當然 中共跟美國的鷹派 他們就覺得說 你台灣就是要聽我的話 對不對 美國有一批人是這樣講的 老共那邊也有些人講 譬如說國台辦宋濤 國台辦向來就覺得說 台灣某一些人就是要照我們的話做 但郭台銘我不甩 我在大陸做生意 我富士康集團 我從來不甩國台辦下條子給我 我不甩 我這邊正正當當做生意 我在美國 我在大陸 我在台灣 通通都是正正當當做生意 我為什麼要受你的政治指揮 今天我要選總統 我當上總統 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 我憑什麼要去聽 美國的某些人的話 中共某些人的話 這樣難道錯了嗎